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士簡 我今天要利用杜曉悅的肉燥罐頭 來做一個清爽型的沙拉 我有準備了羅曼的菜 還有松阪豬一片 牛番茄 玉米 還有我們的白芝麻 最後我們會加上我們的蒜粉 當我的沙拉都用好了以後 我會用一點點的豬油把它淋上去 所以豬油原則上不需要這麼多 就是說一個湯匙就可以了 讓那個菜色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然後等一下肉燥我不會用這麼油 我會用乾的方法 所以我需要用這個濾網把那個 肉燥跟油是分開的 所以我只取那個肉燥的顆粒而已 然後等一下我會做一些示範 現在我們先把肉燥的油先倒出來 因為我們只要肉燥 肉燥它本身是已經有味道囉 所以你今天可能做的任何一道菜呢 你不需要再添加任何什麼醬油 醋都不要 如果你很想要加醋的話 我倒建議可以加點水果醋 我們在煎松阪的時候 原則上就是都差不多煎成這樣 這樣黃黃焦焦焦 但是松阪肉你不能煎到整個都熟透了 這樣吃起來會彩彩的 所以它還要帶點那個 有一點湯湯水水比較juicy一點 那原則上我比較喜歡 把松阪肉切成斜片 差不多0.1公分 因為這樣子看起來口感好吃 那好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我們的那個菜的處理 羅曼呢我是洗乾淨以後 我可以用濕的 你可以用濕的也可以不要用濕的都沒關係 就是大口大口的吃 這一道菜真的很清爽很好吃 小孩子會很喜歡的 因為我們上次去參加小孩子的那個家長會長的時候 我這一盤菜是秒殺的喔 然後我們的牛番茄 番茄我們就是看你要切顆粒的 或者是要切片的都可以 它沒有一直的局限啊 那這個蒂頭要切掉 然後再對切 我們先示範一下就是 羅曼的量跟番茄的量就是1比1 然後就把玉米全部都放進去 差不多這樣子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因為我們切菜已經都放好了嘛 你也可以放洋蔥 你也可以放各種你喜歡的蔬菜都可以 那是因為原則上 我這個是今天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的 然後松阪豬我們剛剛已經煎好了 再來就是我們的肉燥 我們可以把肉燥凝乾 都不要有半滴油喔 然後像這樣子的話 我會用差不多1湯匙肉燥進去 然後我會稍微抓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用一下我們的杜曉悅的滴油 一點點就好不要太多喔 只是要讓那個菜看起來亮亮的而已 然後就稍微抓一下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那個蒜粉要 蒜粉要稍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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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 稍微進來一下就好 然後我們的白芝麻也要進來 我喜歡白芝麻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稍微把它倒過來 倒下來 好 沒關係 比較澎湃一點 有點澎湃一點的感覺 我早進來了 然後呢 我們的豬肉呢 我們再一片一片的上去 因為松阪它本來在煎的時候 就是沒有什麼味道嘛 所以我們可以再用一點點 那個蒜粉從上面把它加上去 這就是我今天為大家示範的 豬小月肉燥松阪豬沙拉 希望大家會喜歡 謝謝大家 我們先去在哪裏 我們先說 我們先去派嗎 因為我們先去派吧 我們先去派吧